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你不会想告诉我 你只是来祭拜一下沈妈的吧 霍亭霄听到这样的话 不由点了点头 霍总裁 这副嘴脸着实让人看了觉得恶心 你这戏演得不错 是师从许悠然 听到陆寒川的声音 霍亭霄再也忍不住了 他可以忍受沈轻轻讽刺的话语 却受不了旁人的 我看你是不想要陆氏了 你敢动陆氏试试 你要是敢动陆氏 我绝对会让你痛悔终生 沈轻轻 霍亭霄的声音传来 冰冷了整个墓地 可沈轻轻却浑然不惧 甚至抬头和她对视 就在霍亭霄想和她解释的时候 她的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她接通电话 霍少 大小姐和许小姐 在半小时前出了车祸 现在在医院里面抢救 他们怎么会出车祸呢 这个还在查 您还是赶紧来医院吧 大小姐的伤势比较严重 好 霍亭霄挂完电话 拉着沈轻轻就往外走 她着实不想看到陆寒川和沈轻轻在一起 所以只想带着她走 可是沈轻轻却挣脱了她的质骨 陆寒川也伸手 开始阻拦 霍亭霄忧心着霍轻音 所以着实没有时间和陆寒川在这里耗着 沈轻轻 徐无然和霍轻音 一起出车祸了 她以为凭借着沈轻轻对霍轻音年少时的情谊 即使她再恨霍家人 也会和她一起去看霍轻音的 可她怎么也想不到 沈轻轻居然会那样说 那是你们霍家的事 与我有什么关系 出车祸 躺在急救室里生死未卜的人 是霍轻音 那霍先生还不赶紧去 晚了 只怕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那可就真诚终身的遗憾 你变了 霍亭霄看着眼前的沈轻轻 忽然觉得眼前的人有些陌生 陌生到她再也找不到一丝当初原本的模样 沈轻轻仰头看着霍亭霄 她只觉得眼前的男人着实可笑 她可以对自己冷心冷意 而自己却不可以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 沈轻轻淡淡地嗡了一声 声音淡漠 霍先生还是赶紧去吧 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 你还记得 轻音是你一直护着长大的小女孩吗 那又怎样 她现在生死未卜 我生死未卜的时候 也没见谁来关心过我 所以她生死未卜 我就得为她担惊受盼吗 沈轻轻 寒川哥 我有些累了 我们回去吧 好 陆寒川回应道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 从震惊愣在原地的霍亭霄身边走过去 直到她回过神来 那两人的身影都已经走远了 而她急着大步向墓地外面走去 事一一 急诊事外 霍亭霄赶到的时候 萧一辰已经到场 还有乔义也在 至于霍老爷子是没有人敢惊动他的 老爷子要是知道这事 万一急出个好歹 那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只能看抢救结果 看霍清音到底怎么样了 再由霍亭霄做出决定 要不要告诉老爷子 到底怎么回事 好好的为什么会出车祸 霍少 已经去查了 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那许悠然呢 她人呢 与大小姐一同在手术室 只是看情形 大小姐要伤得更重一些 林笑 如果清音这次的车祸 和许悠然有关 那你不要怪我不留情面了 霍亭霄听见萧一辰这样说 只是震惊不已 微微皱眉 却不知该如何回答萧一辰 清音和许悠然一起出车祸的事情 有些太奇怪了 我问过那个大货车司机了 他说是开车的人 方向盘没有把握好 像是两个人在故意争夺方向盘 而在最后的紧急关头 是司机甩了下方向盘 用副驾驶去和大货车相撞的 所以你想说什么 是许悠然害霍清音出车祸的 你知道缘由吗 具体事宜我不知道 我接通电话的时候 只听见清音大喊 许悠然你是不是疯了 其他的话我没能听到 但我就是有感觉 清音的车祸 和许悠然脱不了关系 霍亭霄没在说话 只是站在原地 一脸阴沉地看着手术室的灯 其实他真的很讨厌这个地方 当年母亲也是送进这里就离开了 现在他唯一的妹妹也被送进了这里 会不会他也要离开自己呢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 站在温冕的霍亭霄却忽然有些急躁 看着亮起的红灯 眉头紧照 不知过了多久 门终于被打开了 院长走了出来 他也微微松了一口气 我妹妹怎么样了 而萧亦臣因为害怕 所以一句话也不敢出声 只是静静地听着 人已经救火了 不过 但是霍小姐能不能醒来 抵抗她的意志了 毕竟她伤得那么重 能救火已经是奇迹了 你说什么傻话 清音她肯定能醒过来的 一定可以的 萧亦臣 别在这里发疯 收华的VIP病房内 霍亭霄安静地坐在病床前面 看着昏迷不醒的霍清音 苍白的小脸 毫无血色 她的嘴唇苍白 长如羽衣般的睫毛 连一下也没战斗 哪怕只是轻微的一下 你去看许优然吧 我会照顾好清音的 你顺便也告诉她 清音的事 我不会就这样算了 一辰 照顾一下清音 我去看看优然 相识这么多年 我从没觉得你这么懦弱过 如今看来 我真的开始觉得 你有些懦弱了 今天的事 你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却选择还是相信许优然吗 即便许优然当年救了你 但救命之恩 不代表你叫对她无限的纵容 有些事 其实你心里早就有了结论 你不过是觉得当年她使命救你 你不敢承认罢了 可听笑 你对她这样纵容 你可曾想过沈青青 什么意思 有些事没有明朗 我也不想去冤枉谁 但今天清音出事一定和许优然有关 甚至我还觉得 是和清音知道了许优然的某些秘密 她才故意用这招来对付清音 我以前总觉得沈青青可怜 现在倒是觉得 她不是可怜 可惜 可惜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孩 为什么偏偏遇到你 如果没有遇到你 她的人生应该是璀璨的 你说得对 如果沈青青没有遇见我 她的人生确实该是璀璨的 亭香 我早提醒过你的 有些事错过了 可以后悔 有些事一旦错过 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你要去看许优然就去看吧 我在这守着清音 霍亭香没有再继续 和萧一辰说下去了 只是朝她微微点点头 随后就离开了 VIP病房内 霍亭香站在病床前面 看着已经慢慢醒过来的许优然 眸色慧莫如深 许优然的眼眶通红 泪水从她眼眶里面缓缓落下 她伸手就想握住霍亭香的手 可才刚刚伸出去 就被霍亭香故意躲开了 亭香 你现在清醒了吗 告诉我当时你和清音在车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亭香 我 我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 不明白 悠然 我们相识有数年了 你也该知道 有些话我不喜欢说两遍 有些事情你若是向我坦白了 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我可以放过你 可你若骗我 那就不要怪我了 我挺想我骗你什么了 我出这祸才刚行 你这样来质问我 你到底按的什么心啊 你要是不愣意来看我 你就别拉好了 我又没求你了 别哭了 许优然背着一声号 吓得不敢再哭了 可对上那双冷冽的凤毛 她开始有些心虚 难道她知道了 不 不可能的 我挺想 是不是觉得车祸是我故意的 不然呢 你当时在车里 到底和轻音在争论什么 我没有和轻音争论什么 是我自己开车不小心 连累到的 我记得你的车迹没有差到会撞到大货车的地步 我没有撞大货车 是监音看我开车不稳 所以抢了下方向盘 许优然的声音很淡 只字不提她见过沈青青的事情 听到这样的回答 霍亭霄沉默不语 如果你真的怀疑是我故意害火情云的 那你就叫人抓我了 顺便可以再把我扔进监狱去 一提到监狱两个字 霍亭霄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 就连那双凤眸也变得极致冷力 许优然察觉到她的怒意 却还是淡淡地说道 反正你做这样的事 却不是第一次了 她就是要这样刺激她 这样才可以争取到自己的时间 送沈青青去监狱 毁了她 一直是她心中的一块心病 她一直知道 只是她不说 现在她还对当年的事情产生了怀疑 她心中的鬼 只怕是越来越大了 果然 她话才刚落 霍亭霄的眼神就迅速布满了阴霾 如果你没什么事 就离开吧 我累了 如果你还是觉得 是我故意想要害死火情云 那我无话可说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报警抓我入狱 这件事情我会去查清楚 但是 你最好不要骗我 否则你知道我的手段 不行 这件事一定要解决 对 当时和霍青音在一起的 是不是还有一个女人 叫什么来着 宁锦书 是宁家小姐 她当时会不会也听到了那些话 不可以 得一方万一 就算霍亭霄知道了 她见过沈青青也没有关系 反正沈青青的话 她从来是不信的 霍青音昏迷不醒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宁锦书 想了想 她拿起手机拨通了许蕊琴的电话 哭着说道 妈 你这次一定得帮我 怎么了 许优然将事情的经过 和许蕊琴说了一遍 最后却惹得许蕊琴大骂了她一顿 优然 你平时那么聪明 你怎么这回就这么糊涂呢 为什么要去见沈青青那个贱人呢 现在弄出了这么多事情来 你又怎么收场 妈 你把我除掉那个宁锦书 求你了 不要让她见到火顶响 这事你容我想想 不能再想了 我怕宁锦书知道火青音处折祸来看她 到时候遇到小艺琴 或者火停销 我都完了 你以为除掉一个人那么简单 宁锦书是宁家最受处的小女儿 她要是突然出了什么事 宁家会善罢根修吗 你就不能给我省点心吗 妈 行了行了 别给我哭哭啼啼的 我马上来医院 老爷 大小姐出车祸了 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 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车祸的 是和许温然坐在同一辆车内 不知什么缘故 与大货车相撞了 但奇怪的是 许温然只是轻伤 而大小姐则是伤得很重 霍鹏华一听这话 气得立马将桌上的茶杯拴了出去 我看姓许的手活腻歪了 我霍鹏华的孙女她也敢下手 对沈青青的丫头下手 我全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她竟敢害青音 我猜想应该是大小姐知道了一些许温然的秘密 例如八年前的事 要不然许温然不会这么大胆 感动大小姐的 王管家猜测地说道 霍鹏华没有说话 只是站起身 看着窗外的夜色 淡淡地说道 看来沈家丫头是留不得了 老爷是觉得大小姐醒来 会对少爷说这件事 方管家 退车 我得去趟医院 是 大小姐出车祸的事 要告诉夫人吗 不必了 如烟她在白马寺修佛 不要去打扰她 我先去医院看看青音丫头伤得重不重再说 是 沈青青被送进了医院的急诊室里面 得出的结论是高烧不退 感染风寒 没什么大事 只要打了退烧针 再输些眼水和消炎药就好 可陆寒川死活不肯 非要沈青青住院观察一两天 毕竟她的身体很差 她很怕会出了什么岔子 她少了一颗肾 得细心照顾才行 在陆寒川的坚持下 沈青青住院 进了普通的单间病房 原本是要住VIP病房的 但沈青青坚持 只住普通的病房 陆寒川拗不过她 只能听从她的话 青青 你感觉现在好些了吗 她想出声问陆寒川 霍庆英的情况 可又如何也问不出口 你想问我霍庆英的情况 是吗 沈青青点点头 喉咙疼得厉害 有些话说不出来 放心吧 你刚刚去打针的时候 我帮你问了值班护士 她命保住了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 许悠然只是轻伤 沈青青一听这话 微微冷笑 明明造孽的是她 她却只是轻伤 老天爷还真不公平 别管这些事了 他们霍家的破事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地照顾好自己 休息吧 我在这里守着你 就在这时 一抹修长的身影 站在了病房门口 沈青青抬头望去 霍庆萧站在门口 一脸阴郁地看着这一幕 谋色慧暗 她刚从许悠然的病房出来 就看到了霍寒川 抱着沈青青进来 但恰好老爷子来了 她只能先陪着老爷子 看霍青音 等送老爷子出了门口 她这才赶来看一下沈青青 你来做什么 霍庆萧 许悠然出车祸 和青青完全没有关系 你别难为青青 霍庆萧一听这话 不由苦笑起来 她对沈青青就那么不好吗 不好到连霍寒川也觉得 只要许悠然有一点事 她都会怪在沈青青的身上 我想和你谈一谈 可以吗 青青没什么要和你聊的 你如果没什么事 就好好去照顾你的未婚妻和你妹妹 少来打扰青青 可霍庆萧没有理谈 一双凤毛指是直直地看着 半靠在床上的沈青青 那样的神情 让沈青青的心中猛一搁荡 她这是抽什么疯呢 可不和她谈 依着她的性子 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韩春哥 我有些饿了 你帮我去买点粥 好吗 我要喝成东里记的皮蛋瘦肉粥 你知道的 说吧 要谈什么 如果你是来质问我 许悠然和霍庆营 为什么会出车祸的事 抱歉 我不知道 你的手还疼吗 沈青青却瞪大了眼睛 像是看着一个怪物一般 看着霍庆萧 她问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只是发烧了 霍庆萧干嘛问自己的手 还疼不疼呢 不疼 沈青青的声音依旧清了 霍庆萧一听这话 不由微微苦笑 她对她还真是惜字如今 一个字 也不肯与她多说 伸手握住了沈青青冰冷的手 任由沈青青如何挣扎 她就是不肯放手 到最后 沈青青懒得挣扎 随她去了 霍先生这是做什么 别忘了 你的未婚妻还住在这家医院 若是叫她看到这一幕 只怕会伤心 她的话很轻很淡 可在霍庆萧看来 她这样漠不关心 犹如陌生人的态度 更让她难受 她宁愿她像以前那般 可以对她歇斯底里地吼着 起码那样 她还是在意她的 青青 你守了我这么多年 你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你说得对 是我负了你 如果霍先生 是来告诉我这个的 我知道 如果没有别的事 请你离开 霍庆萧失望极了 她没有再说话 看着此刻已经冷了的眉眼 她心底莫名有些心慌 她后悔了 是真的后悔了 青青 你还记得你送过我一个吊坠吗 我 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 可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沈青青打断了 不记得了 话音刚落 屋内一阵叹息声 弥漫开来 还没等沈青青来得及说话 下一刻 一个凉薄的嘴唇 就已经落在她的耳间 没有过多停留 只是短短一瞬 就离开了 青青 欠你的 我都会还你 听到她离开的脚步声 沈青青这才算抬起头来 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 她这才记起 她刚刚说的那话 青青 欠你的 我都会还你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沈青青就不想去深究 因为霍庆萧欠她的 这辈子也偿还不了 长长的走廊上 折返回来的霍鹏华带着王管家 准备到病房里面找许悠然 却看见了 霍庆萧失魂落魄的从沈青青的病房里面走了出来 那双苍老的眼中 阴狠的神色越发狠立 老王 你去着手准备一下 王管家恭敬地回应着 却在看见霍庆萧落寞的背影 变得有些不忍起来 可老爷子下了命令 谁也不敢违背 VIP病房里面 徐悠然坐在病床上 妈 现在怎么办啊 徐瑞琴微微皱眉 这件事情着实很难办 即使处理了宁简书 那么能保证霍庆营一辈子 也不清醒吗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而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徐瑞琴以为是霍庆萧 立刻就让徐悠然赶紧讨回床上 去装病 不然让他瞧出什么 那可就不好了 可哪知 来人竟是霍老爷子 哟 霍老爷子 你怎么来了 悠然没什么大事 让您老人家呀 再跑一趟 着实是这丫头不懂事 老爷子呀 您请坐 不必了 我说完话就走 徐小姐 今后还是离我火家的人远点的好啊 霍爷爷 我只要和云霞结婚了 你这块到底是什么意思 徐小姐是聪明人 应该懂的 会要比我老头子动手 那着实不太好看了 徐悠然猛的一想 难道是霍老爷子 决定履行给沈青青的诺言了吗 不可以 他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 眼看着要成为霍云霞的妻子 成为人人鲜艳的霍太太 她不能在最后一步 功亏一篑 霍爷爷这是打算听沈青青的话 非要拆散我与云霞了 与沈家丫头无关 而是你 着实不配嫁入我们霍家 没有转魂的余地 你觉得呢 如果霍爷爷执意如此 那我也不介意将当年发生的事 跟亭霞说清楚 到时候不知道 他该怎么看你这个爷爷 丫头 你这是在威胁我了 那霍爷爷是接受不接受呢 你觉得你说出真相后 以着停销的性子 他会怎么对付你呀 许悠然听到老爷子这样的话 不由微微一正 却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许丫头 沈丫头有那个资本威胁我老头子 是因为他确确实实手里有筹码 而你没有啊 所以你拿什么来要挟我老头子 我老爷子呀 我知道你们货家门庭高 我们小家小户高攀不上 可你这样对一个晚辈 不觉得过分了吗 那你当年对沈苏欣做出那样的事 可又觉得自己过分了吗 况且你的女儿并没有救过我孙子 不是吗 所以还是让你女儿乖乖离我 行货的远点的好 至于青银出车祸的事 我就不追究了 说完之后 霍彭华转身离开了 他就这样一直打着 直到打了四五次 那边终于接通了 停箱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知不知道 我的脚伤又浮发了 真的很疼 你可以来看看我吗 你要是疼就找医生 找我做什么 停箱 徐悠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边传来的男生 居然会讲出这样的话来 我们的婚约取消吧 我没有办法再跟你结婚了 等你的身体好了之后 你不是想继续深造吗 那我送你去法国 我会替你安顿打点好那边的一切 停箱 你刚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 你再说一遍 好吗 我说我们的婚约取消吧 我没有办法娶你了 你放心 欠你的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补偿给你 你想要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 只要不过分我都会满足你 补偿 霍亭香 你用什么来补偿我 我这么多年的青春全都给了你 还有当初是我救你的 是我救你的 我知道是你救的我 所以你想要什么我都会补偿给你 你说就是 但绝不会在意娶你的方式 郭亭香 你别告诉我你还爱着沈青青 那个出卖你的女人 你知不知道 我和青英出车祸到底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沈青青找我让我离开你 甚至是侮辱我 所以我才会开车不小心 今天就算是这样 是她害得我精神恍惚才会出车祸 你无所谓是吗 悠然 有些事情我不说 并不代表不知道 沈妈的死很蹊跷不是吗 沈青青让你离开我 这样的鬼话 你觉得我会信吗 什么意思 她不爱我了 又怎会为了让你离开我去找你 现在的沈青青巴不得离我远远的 悠然 撒谎 也得撒得高明一些 徐悠然彻底震惊了 没想到霍亭霄居然不信她 还说出了这样的话来 霍亭霄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怎么可以 你说过会信我的 你说过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会信的 也许我就是因为太过信任你 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悠然 我们到此为止吧 她想清楚了 就算沈青青不原谅她 也没有关系 她只要好好地守着她就好 不是吗 而至于许悠然 萧亦臣说的是对的 救命之恩 不一定非得用婚姻和感情去回报 最后一个问题 你还爱沈青青 是吗 是 轻轻的 一直在我心里 那个倔强孤傲的女人 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执着地守护着她 是她对不起她 没有相信她的深情 所以丢失了她 所以现在换她就等她了 我停消 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 我如果得不到你 成为不了你的妻子 那谁都不要想得到 谁都不要想得到 韩川哥 我已经好了很多了 我自己一个人就好了 况且你不是还给我请护工吗 你先回去吧 你明早还要上班呢 没事 我要是困了 就靠在沙发上睡会就好了 我守着你 你要这样的话 我就强行出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